因為高濃度的鹽分 本身研究發現 它就會直接破壞胃的黏膜 它會 鹽分 會讓你的胃黏膜被腐蝕 那被腐蝕了以後 你食物中吃 物吃進去一些致癌物質 就比較容易被胃所吸收 所以也很容易得胃癌 我覺得可能還是 口味還是看個人 因為有些人就是真的 天生很喜歡吃重鹹 不過我們這邊分享說 高濃度的鹽胃癌 身高兩倍是真的 比方說日本人就胃癌 全世界排名前幾名 那其實就是因為 他們很喜歡吃一些 醃漬物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高濃度的鹽分 本身研究發現 它就會直接破壞胃的黏膜 它會 鹽分 會讓你的胃黏膜被腐蝕 那被腐蝕了以後 你食物中 物吃進去一些致癌物質 就比較容易被胃所吸收 那這是有可能提高 癌症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高鹽分的通稀 通常都是加在一些 或者加工肉品 這些醃漬物和加工肉品 通常含有高濃度的一些 雅硝酸鹽 雅硝酸鹽本身也致胃癌 這也是一個原因 第三個 台灣人因為假如超過50歲以上 很多人有 你假如有 幽門感菌在胃裡面 你又吃很鹹 那個胃黏膜被破壞 幽門感菌更容易 附著在胃黏膜增生 所以也很容易得胃癌 就是一個80歲的阿嬤 她被她女兒帶來看病 這個阿嬤是一個很虔誠的人 她從大概十幾歲就吃素 吃65年 全素嗎 不是全素 她初一十五吃素 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吃素的時候 通常就是稀飯配醬瓜 稀飯配腌黃瓜 鹹蛋 對 鹹蛋 她就是這樣吃了六十幾年 那她女兒帶來 一看我就覺得 這個阿嬤有問題 為什麼 她說她女兒說 然後沒有辦法吃東西 那我一看這個人很瘦以外 她整個人都是蒼白的 她就知道說 那就不用講 這個就一定要做胃鏡 因為大概八九不離十有問題 照進去 就是很遺憾 是胃癌大概第三期 就是一個胃癌很大又很明確 就是癌症了 那後來切片也確定是 後來我們就轉去醫院 後來手術以後發現 她其實胃癌有吃到肌肉層 和一些零近的組織 淋巴結 所以她開完刀 手術有成功 可是很遺憾 因為營養很差 所以後來她還是就 不幸就大概半年左右 就離開了這樣子 所以在這邊就跟大家說 其實你偶然吃一些很鹹 或偶爾吃一些 胭脂物那些是OK的 因為不是叫你要做和尚 對不對 就是還是要吃一些這些東西 但是不要長期 大量規律的吃 這樣子是會出問題